就是这些天然植物的保养成分 真的有滋润到我们的皮肤 我跟你讲 真的你就会发现它越来越白 然后滑 滑 你知道吗 我每次洗完脸之后 我都觉得我的皮肤很像 洗完脸再敷面膜的感觉 大家好我吹蜜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又是你们的保养达人 我要来分享我的爱用品们 就是这些从头到脚 宝藏洗目品大盘点 此生再也不能没有它们了 因为其实我之前就是有看了一本 关于那个保养品的书之后呢 我觉得我就是 现在开始对一些产品 有了一些新的体验跟认识 尤其是呢 我发现其实 为什么你皮肤有时候越清洁 反而会变得越脆弱呢 问题都是出在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叫做 所以呢 我决定去找市面上 比较不刺激的产品 这些东西用下来之后 对我的皮肤 还有我的头发 这些东西是真的有所改善的 影片开始之前呢 要先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开始学们的通知 好了 那我们今天影片开始吧 那首先呢 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 洗脸的产品 脸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可能我们每天都必须要用我们 这张脸皮去面对外面的人 你皮肤的状态都会影响到你 今天你看你自己的心情 或者是别人看你的观感 所以呢 第一个我就要来分享 外用的洁面产品之外呢 它真的是完全不含界面活性剂 完全是纯天然的东西 好 早安 我们现在要来洗脸了 对 早上的洗脸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它可以洗去前一碗皮肤的油脂 跟一些脏污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上妆 会让你的皮肤比较完整 然后这个都是早晚都可以用的 金钻仙人掌紫 金翠油极致结盐灶这一组 这一款绿色的呢 它是仙人掌系列的 嗯 就是很舒服的味道 植物的味道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上面这个籽子 是手工萃取的 仙人掌种子里面 精脆出的珍稀天然唇油 然后里面呢 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E 还有维生素K 跟不饱和脂肪酸 所以它可以有效地对抗 像是肌肤老化的问题 抗老结盐灶 而且它稳定你的肤矿 然后淡化皮肤的黑色素 然后另外一款呢 是这个摩洛哥坚果系列的 嗯 很舒服 然后这一颗呢 它就是主要有洁净 再加上保湿的作用 顶级冷压的出炸摩洛哥 坚果精脆油 促进你皮肤的 肌底的油水平衡 防止你的肌肤干燥脱皮 它可以让你的肤色 变得非常的均匀 它是源自沙漠最强极唇的 天然直脆唇油 它可以完整包覆你肌肤 所有的脏目 用高达50%的顶级冷压出炸 橄榄油作为肌体属成分 它完全不含化学成分 然后跟动物的油脂 跟一些化学的相近 它完全就是天然的 黑脸向后 好 我现在洗完脸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皮肤 就是我觉得它洗得非常干净之外 我觉得真的就是 我长久洗下来 我真的有发现 我下巴跟鼻头的一些黑黑的粉刺 变得比较小 这些东西洗完之后 这皮肤都变得比较平滑的感觉 对我的人生就在追求一个 我皮肤要平滑 平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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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洗完脸之后 我都觉得 我的皮肤很像洗完脸在敷面部的感觉 有吗有吗 我觉得真的有 它的白皙是那种 从里面透出来的白 是那种干净的白 因为觉得整个皮肤是很轻松 没有负担的感觉 我自己的使用性的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 真的是非常纯净天然的产品 然后纯实物性 推荐给大家 讲完脸部的结颜产品之后 接下来就来到了 我最在意的头发的部分 然后我今天呢 就要介绍的是 就是我爱用的两个品牌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法朵 这个创办人呢 他自己是美髮师嘛 他就发现他每次在帮人家洗手 他洗手的时候 他发现就是 大家的手都会烂掉 那就是因为 里面含有介面活性剂 跟一些化学成分的关系 OK所以他就创立了法朵这个牌子 他名字叫做聪明平衡能量洗髮精 然后他主要成分很特别喔 他是用燕麦 锦葵萃取 跟药薯葵萃取 橄榄液萃取 跟刚才那个博菲斯他们家一样的意思就是 都是使用这些比较植物性的东西 用在你的身体上面 然后如果你想要头发长快一点的话呢 他们家这一个头皮的精华 我觉得也还不错 一瓶一瓶一瓶的 然后他是一个一个疗程 会建议一次买三组 一次标准大概就是三个月 一次把它使用完 你的头发真的会长得比较快 然后头皮会变得比较健康这样子 那头发的话我最近还有就是 最近夏天要到了 大家都说他们的头皮变得很油腻啊 所以呢这个DOTCY建议我也是很爱用的 头皮复活净化液 他有规定每次这样一格 加水之后他就可以直接洗头 然后每次洗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头皮 真的变得很清爽跟很松的感觉 其实这些洗目的产品的成分 都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真的会影响到清洁力之外 也会影响到洗后 有没有残留在你的皮肤上面 过度残留一些化学成分在你的身上的话 其实久而久之他是一种 会让你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的状态 使用产品 然后你们要仔细看成分 这件事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讲完洗头发了之后呢 最后就是来到了 每天都一定要洗身体 用在身上洗澡的东西 是不是也超级重要的 我希望有更多品牌 能够像伯菲斯一样 他们可以推出就是这种 纯植物性的产品 这种东西越多 我们的选择就越多 然后目前我看市面上就是 伯菲斯他们家真的是一个先驱 那洗澡的东西呢 他们家是这一个 很酷喔 它是这样的黑澡 然后它叫做 金钻仙人长子 金翠油美 敷黑澡 那我实际的使用呢 我有就是特别拍了一个教学的方法 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我们镜头就转到 我实际使用的方法吧 Go 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平常会在家里面做的 贵妇级的沐浴 我其实之前呢有去过欧洲后花园的摩洛哥 然后那时候我当时就在那边 非常非常迷恋他们有一个很厉害叫做土耳其浴 刚度完土耳其浴之后 你看整个皮肤的触感 这个就是超级皮肤的嫩滑之外呢 整个身体皮肤的质感就会大回唇 那开始之前呢 我先介绍一下波菲斯这个品牌 那波菲斯这个牌子呢 它原本是源自于西班牙 但是我跟你讲它很棒的地方是 基本上呢 它所有东西的原料都是来自于欧洲的后花园 就是我刚刚说的摩洛哥 所以呢其实他们很多很多的原料 都是来自于非常珍稀的摩洛哥坚果油 或者是像是仙人掌紫油 你要你的皮肤长保年轻的话 不只是运动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沐浴的部分 我们要做砍包喔 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这个黑皂 秘密的美容圣品 那最初呢来自于摩洛哥的南部 那当地人呢 称它为摩洛哥玉 或者叫土耳其玉 它主要就是以膏 会在蒸汽排毒的时候 它会用黑皂膏涂在身体上 然后达到就是温和去角质之外呢 还能够认责回春你的肌肤 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罐 就是呢伯菲斯他们家的这个金钻美肤黑皂 然后它其实有两个系列 这两个系列其实我都有入手 然后我觉得它们两个都非常非常的好用 它里面添加高档百分之七十 低档冷压最高品质的橄榄在里面 所以它为什么这颜色会是这样黑黑的 就是橄榄的颜色喔 它在制作的时候它有加入挡碎的去核橄榄 然后一起静置二十四小时 于热制造的过程之中呢 维持高温恒温持续搅拌超过十二个小时 然后它冷却之后呢它还会加入就是非常珍稀的植物油 所以它百分之百全部都是食物的养分 它的味道就是真的很舒服 就是没有特别添加就没有的东西 它主要清洁的原理就是油加感啊 经过选择作用之后呢 当你肌肢带去你肌肤上面的肤垢之外呢 还能达到就是光滑跟抗扰的作用 等于是你洗澡的同时也就是在帮你做保养的对了 市面上很多去角色 有些人皮肤比较敏感之后可能你没有那么适合 但是因为这个就是完全没有颗粒的状态 所以呢你是任何肤质的人使用这个都完全没问题 而且你完全不用怕说里面有一些有的没有的成分 会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完全没有担心 然后我自己呢有两种用法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想要每天使用的话 你可以先用热水冲洗你的身体 然后让毛细统打开之后呢 我们取一个指节的用量在手心 然后我们将黑皂搓开到黄色的膏状 均匀的涂抹然后停留5到8分钟 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清水去冲进它 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柔软不干涩 那如果呢你是想要跟我一样就是去涂背部的粉刺痘痘去角质的话 这个一个礼拜一到两次OK 它就是可以搭配一个博博博士他们家的针丝手套 你这样子组合加起来你就是来到摩洛哥了啦 那一样是先用热水冲洗身体之后呢 我们均匀的涂抹一层美肤黑皂 然后停留5到8分钟 接着呢我们沾湿这个去角质的手套 然后加少量的水 以刷圆圈的方式轻轻的按摩 可以深层的去除老肺角质跟粉刺 然后最后就是清水冲进它 接下来的肌肤就会变得非常的柔软 你整个皮肤真的是又亮又白 你知道又滑 摸起来的触感真的不霹雳无敌好 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身体很容易有一些纹路啊 我跟你讲 你用这个长期的使用 你那些纹路都会变得比较淡化 而且它是弱碱性的PH值 它其实与碱性的碳酸温泉相近 我们不是超级爱泡温泉吗 泡那种什么碳酸温泉 然后想说皮肤都不滑啊 对就是因为这样它的PH其实是相近的 然后再来是现人长子油 现人长子油其实有大量的维他命 敏仪跟植物固存 还有大量的必须脂肪酸 所以它可以防止 自由肌的伤害 可以深层的滋养复活肌肤之外呢 它可以延滑肌肤衰老 然后呢 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柔软 让你的肌肤恢复弹性 均匀肤色 然后让你的皮肤 闪闪发亮 真的很推荐给 如果你跟我一样 非常非常爱美的人的话 用看看他们家的黑皂 那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干一点点的人的话 我会建议就是这一款 就是金钻摩洛哥坚果精脆油的美肤黑皂 这个里面刚才的天然植物酵素 它一样有 最大的差别呢 就是插在这个油的部分 预测这一罐呢 是35%的仙人长脂精脆油 那这个呢 是25%的摩洛哥坚果精脆油 那这个里面 它其实有人体必须脂肪酸的 Omega 6跟Omega 9 还有植物固醇 所以它可以修护软化你的皮肤 让你的肌肤保持非常棒的油水平衡 好那洗完澡之后呢 接下来我身体就要用人家博菲斯 这一罐美体精脆油 里面呢 主要的成分是摩洛哥坚果复活精脆油 它的油是很细很细的那一种 所以你完全不会感觉到那种厚厚的感觉 它能够修护滋养的肌肤之外呢 可以腌缓 肌肤的老化 还有龙胆草萃取 它可以帮助我们纹路的淡化 它这个等于就是你身体的保养抗老油 还有鸡血草这个成分 像如果今天我们去晒太阳 你的皮肤有一点受伤 或是有点不舒服的话 其实擦这个油也是 就是帮助皮肤做一个自我修复的效果 我跟讲黑皂加这个那些极品 就是自己在家里面背足这些东西 真的会 在你家会觉得真的就是 非常非常的享受 好了 那我今天就是分享了 从头到脚的保障洗目的产品 我会觉得就是 如果你想要你的皮肤真的越来越好 或是你真的皮肤已经有非常多的问题跟状态 是你想要使用非常天然的产品的话 我真的觉得你要试试看黑皂 我那个腋下或是有些地方 原本比较粗粗的感觉 或是有一些色素沉淀的地方 我跟讲我洗了之后 发现整个变得比较滑 然后跟白洗的感觉 记骨那些地方 可能因为你那股穿太紧 然后就是变得很粗糙啊 或者是很黑的那些地方 你洗这些天然的那些皂啊 我跟你讲 真的你就会发现它越来越白 然后滑 很滑 你知道吗 就是我个人觉得是有差别的 所以呢 像我自己就开始把一些 可能对我皮肤会有伤害的产品 我慢慢的都会把它们太换掉 就是最好是使用这些全天然的产品 真的才是对皮肤长久是最好最好的状态 我真的发现就是长久会使用这些很天然产品的人 他们到最后真的不用擦什么保养品 就是这些天然植物的保养成分 真的有滋润到我们的皮肤 就是算是我今年来就是想要很认真的 开始把一些用在身上的产品 都用的越来越天然越来越自然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做到这样子 那当然因为现在这些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少 像我说过没有见面活情记者 目前就只有波菲斯这个牌子 就真的希望就越来越多保养品可以推出像这样子 对我们人体真的是有益处的产品 那我会把今天的产品这些连结留在底下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人的话 也欢迎你们自己去看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啦 那我是你的保养达人 希望我们都往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年轻 然后越来越好的路上走去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我是崔蜜 拜拜 拜拜